日本石川县災区大雪纷纷 一旁垮塌房屋盖上一层白雪 大雪低温对灾民生活带来二次打击 一番难は除雪ができない 除雪機械が入れないかなと思って ガタガタなとこに雪積もって歩いてたら ちょっと怪我の元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なと思って それが一番やっぱ これも二次災害かなと思って 我がやっぱり心配になりますね 截至9号傍晚 珠洲市48小时积雪已达到14公分 沦岛地区也有10公分 其中七尾市的低温一度下探零下2.4度 积雪最多达到26公分 日本强政后一个礼拜輪倒市災民難得露出笑容 因为自卫队特地在避難所设置了男浴池和女浴池帐篷 让災民好好暖和身体 気持ち上がりやすいです 体と精神の疲れもちょっと取れた感じです そんな1週間も入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ので 本当にもう全部流れたみたいな 気持ちで本当にもうサッパーしました 現在日本地震災区 約28000人在避難所生活 居住空间便窄 日美也提醒要小心经济舱症候群 经济舱症候群指的是 長期坐在狭窄空间缺乏活动 导致静脉血液回流受阻 从大腿扩置心肺 相关症状包含胸痛 或突然呼吸困难 还有走路便船都要注意 一些日本灾民 则希望政府告知重建計画 若所在地区 以后无法住人 也好提早做打算 这次强震已使得灾区地貌 大幅改变 根据日本国土地理院的调查 地震后能登半岛海岸线 已往外推移大约200公尺 研究中特别点出西侧的三处地区 通通能看到海岸线 在地震前后发生明显变化 像是明州渔港附近观测到海岸 外推大约150公尺 其余包含轮岛昭市周围 还有接越湾一带 红色范围都是地震后 挤出的新陆地 初步统计 能登半岛地区 在强震后陆地面积 扩大约4.4平方公里 不舍日本灾区情况 希望台湾民众踊跃跃捐款 日本NHK在X平台分享 台湾人热心捐助的消息 短短几小时就吸引 350多万人次观看 有日本网友留言 好喜欢台湾 还有人写 感谢台湾从311强震 雄本地震以来 就一直给予支持 更有日本网友说 未来要多多购买台湾产品 作为打谢 随着资讯增加 日本灾区失联人数有所下降 但死亡人数截至9号下午 已突破200人 目前日本警方也动员 上百人力在地震后遭 大火中烧毁的 昭示通做大规模搜索 调查详细状况之外 也搜寻民众遗留下的物品 TVS新闻 宋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